在上一集的影片里,我们有提到在八天的曼谷行程中,首四天是专注在唐人街的这一区,唯一的是方便我们追随网红美食的路线,尽量把街头美食足够吃进肚子里。 从第五天到第七天,这三天内,我们将四处乱窜,就是哪里有好吃的,网红推荐的,我们就去哪里。 顺道介绍一下这回所下他的酒店,他的名字是Cocotel,位于Ornod的BTS新馈站,约七分钟的步行时间。 Ornod是Sukovic县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流大战,你会发现到这一区的路边小贩特别的多,物价也稍微的便宜一些。 至于Cocotel,它是一间三星级的酒店,每晚的房价约170马币,房内的室备挺齐全的,也挺干净。 前几年来曼谷的时候,路径池店,被几乎虚无作息的景象吓了一跳。 潜意识告诉我,池店非同小可,而且他家年年还获得米其林的青睐。 就自从那天起,吃过了他家的猪肉粉,顿时惊为天人,仿佛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现在每次来曼谷,我都会来他家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猪肉粉。 其实,就在太隆重的戈壁,有另外一家也叫太隆的面食店。 本来以为是和刚才光顾的太隆重是同一家,想跟店员谈个究竟,但是却一问善无知。 无奈之下,唯有坐下来尝尝他的面食,看看师傅有差。 我点了一份猪肉米粉汤,味道还真的不错,就觉得胡椒味稍微比较重,分量稍微比较少。 无论如何,这两家的面食都很不错,声音火红得很。 下次你们有机会过来的话,在Prombon BTS清葵站下车后,步行几分钟就到了。 下一站,我们打算去空乐马荣水上市场,它位于曼谷西江大陵江区。 我们从Prombon BTS清葵站出发,再向幻线去Vang Wang。 整个乘搭清葵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 在Vang Wang站下车后,则要转到机程车,飞时15分钟左右,才到达空乐马荣水上市场。 空乐马荣水上市场,位于泰国曼谷市郊外,而且是在星期六星期天才对外开放。 其实呢,泰国最出名的水上市场有几个,例如安波瓦水上市场, 大能萨朵水上市场,巴提亚水上市场,大城水上市场。 但是这些水上市场,离开曼谷不是很近,来回的路程也挺耗时。 空乐马荣水上市场的范围其实不是很大,河道也较窄短。 由于知名度不及其他的水上市场,也因为这个原因,到来游客的数量也比较少, 观光模式较不强烈,这反而更能体验道地市场的生活,哪怕是物价也相对便宜一些。 泰式冬粉虾包的泰文是Gong Om Wun Sen,Gong是虾,Wun Sen是冬粉,Om是闷煮。 这一家就位于空乐马荣水上市场里的冬粉虾包,但看卖相就已经让人垂涎三尺了。 虾肉鲜嫩香甜,加上冬粉吸满了浓浓的香甜汤汁,没咬一口啊,就是一次的快感。 在曼谷,想吃到珍宗又不是很贵的泰国东北小吃,来Bang Tsong Tam绝对错不了。 餐厅的空间宽敞,光鲜充裕,环境也很干净整洁。 原来,泰国将位于东北部的20个俯,统称为伊珊,在饮食方面和泰国其他地区不同。 伊珊人喜欢糯米,菜食也偏好麻辣,食用素菜时也比较喜欢生食。 在Bang Tsong Tam,每一道食物的分量其实不多,但是切美味可口,总是让人吃得心花怒放。 这是我第四次造访自家餐厅了,可见它在众多泰国美食中,在我心中已占了一个重要的席位。 曼谷的宏大哥水门鸡在当地可有名了, 店的具体位置就在水门市场。 如果是乘坐BTS青葵,在骑龙站出站,走几分钟就可到达。 其实这是我第三次过来自家水门鸡饭店,鸡肉看起来挺苍白的,肉质其实也有些菜,不像我们伊宝鸭菜鸡般,滑嫩香甜。 但是人家就是卖得满汤红,吃了这么多天的泰国餐。 天中换一下口味来一份水门鸡饭,其实也挺好的。 用餐时还接受了这位米其林市场调查员的访问,就让我提供了一些海外游客对泰国旅游业和餐饮方面的意见。 1991年到2020年至30年来,Break York是在Chart2Chart市场开个小馆子,主打新鲜的泰式咖喱料理。 两年前,他们搬到了这个新的地方,租了一个规模挺像样的店面,继续经营他们的泰式餐饮生意。 餐牌上的选择零零种种,甜酸苦辣,各式优惑。 餐厅老板为我们介绍了几道特色招牌菜,每一样都很赞,只是分量稍微少了些,价钱且多了些。 无论如何,用餐的环境很舒适,氛围也很舒服。 神王庙又称为黎明师,是纪念泰国第41代军王,民族英雄,珍造的寺庙。 1768年时,郑王驱逐缅甸郡后,孙梅南河而下,经过此寺庙正好是黎明时刻。 所以夏令上岸到司拟礼拜,后来登上王位,夏令重修此寺庙,并改名为黎明师。 今天,有幸地在黎明时刻,静静地在隔岸,观看她在暴风雨前的神母威严,那是一种说不出的赞叹。 优优独播放 曼谷的天气酷热,吃凉和冰是一个习惯,也是一种享受。 来到这家九文明汤圆豆浆油条,摸不着头脑要点些什么东西来吃的时候, 这一位应该是老板娘的突然间说了一口很溜的台湾强华语,帮我们化解了点餐困惑症。 原来老板在台湾上过大学,之后留下来工作,疫情前回来曼谷度假, 谁料到疫情迟迟不退,结果现在回台湾的打算变成了个未知数。 一直来很喜欢吃猪杂粥,经过这间位于stadium1楼下的粥店, 就Sam Yan,看似蛮有人气的,不管汤匙或打包拿粥的人都不少。 在曼谷这几天,还真的还没有尝过本地粥的滋味。 要了一份猪肉粥,粥本身看似蛮浓稠,吃起来味道还不错,值得推荐。 步行去BTS站准备回酒店的时候,身边的自家泰式病点店俘虏了我的眼球。 而话不说,大步的走入店里,色彩鲜艳的食材真的不像是可以入口的。 但是胃就是说想吃,这一碗挺甜的,那是马来西亚的红豆冰的泰式刨冰, 每吃一口仿佛体温就立刻降了一度,真爽啊。 这是我一个居住在曼谷的联署朋友,大力游说, 坐落在曼谷唐人街,以1927年开业至今,名字叫一生的华人咖啡店。 据说,一生咖啡店的楼上曾经是曼谷最大的鸦片馆。 不管是门前或者是店内, 引入眼帘的竟是岁月流痕的不知和壮事。 已经在唐人街活了大半辈子的华人移民, 习惯了早上过来,点上一杯泰式黑咖啡, 调上厚厚的练奶,再吃一份半手蛋。 然后从盘子里拿了烤得香脆的透湿, 小口咬一下,他们一桌就是一上午。 就在Prompong BTS清葵站的天桥底下, 有这么一个路边当,名叫Heng Heng。 它根本就是一个人气包灯的海南鸡饭当。 别以为在路边摊卖鸡饭就不会很好吃,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被誉为全曼谷前三名最好吃的鸡饭, 你真的绝对不能错过。 记得他们晚上五点才开, 不需要三个小时就会卖完开开心心的收当回家了。 同样是位于Prompong BTS清葵站, 这一家名叫Yim Chang的泰国料理店, 只是在Heng Heng海南鸡饭当斜对面而已。 Yim Chang在泰语是很饱的意思。 简单的街角小店, 特别受到海外游客的喜欢, 有些还是店里的常客了。 餐牌上的选择很多, 厨师的功夫也不错, 更加分的是食材新鲜, 没有添加味精, 价钱也不贵。 喜欢吃泰国菜, 又不想花大钱的, 来这一家绝对没错, 保证能吃饱吃好。 第八天了, 今天是乘搭早上的飞机回马来西亚, 总结这一次的曼谷之旅, 八天七夜的行程, 其实算是曼火式的去探索这个城市。 曼谷其实真的很热闹, 生活方式多姿多彩, 在公共场合里不敢谁和谁劝手, 别人都不会透于一样的眼光, 每个人在活着比较真实的自己, 自在自得。 感谢您把影片看到这里, 我衷心的感谢。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您订阅我的阿邦尼克的频道和开启小铃铛, 以便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影片上话的通知, 您的善意和有建设性的留言, 我都会看。 下一期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几间我在曼谷期间到访过的咖啡馆, 这一次肯定让大家大开眼界, 竖起拇指。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啦, 谢谢您的支持, 高空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